喝一杯才要進去錄的也有 進去就不曉得在幹什麼 我想睡覺啊 我來這邊就繞工作 不然想睡覺 你就回家就好啦 等一下 哈囉哈囉 我是王少雄 這是我的錄音室 帶你們參觀一下 那這邊就是休閒區域 有一群休閒的人們 然後還有我的獎杯 跟我的籃球 然後呢 這邊是 我的同事 貓貓 這邊還有一隻 金孔 好嘞 這邊是 真愛跟阿寶專輯 都在我的錄音室裡錄的 這一些是在這個錄音室裡 做過的一些專輯 到下面就是 我平常做混音跟編曲的地方 帶大家參觀一下 來 耶 呼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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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紅莎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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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輯 專輯製作人 就是做專輯做出來的所有的事情 收割到 編曲 錄音混音母帶製作 這些過程都要全部的做 有可能有的時候還要跟歌手 溝通啊 做一下那個 心理輔導 我們兩個人的分工的話 其實 廢話 基礎上我們的分工就是看製作人的屬性 因為我本身是 除了做製作之外 就是整張的專輯企劃是我做 歌手在接觸到 就是黃莊莊之前 可能從他的創作 包括他 適合的方向 然後再就音樂的部分 再跟他討論 他的話就是會很著重在 就是 音樂的編曲 然後後製婚姻跟母帶 就是 音樂的部分這樣子 唱的部分其實就 我自己的case 因為可能每家公司不一樣 之前自己是做歌手出身嘛 就大概會知道說 歌手進來錄音室的時候 大概會有一些 什麼樣的狀況跟狀態 我覺得最重要是 安全感 然後所以這個安全感 其實要從練習開始 所以在進入音室之前 我們在demo 反覆在家裡載錄 就會請他載錄很多次 然後我們可能就會 討論這個歌應該要 比方說A段要怎麼表現 副歌應該怎麼表現 然後他唱一個他覺得 然後再加一些意見 然後他在家裡 其實都已經練習過 來到這邊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很清楚 八成大概要做些什麼事情 所以其實我們做 年輕歌手的話 可能就是要讓他有安全感 就是熟悉我們 那如果是做比較有經驗的 可能就是 讓他相信我們 能夠把事情做好 我覺得就可以了 互相信任比較重要 正愛的話他是 比較特殊是 他年紀很小 開始的時候 其實他對很多東西都不知道 他對於 錄音室是什麼 他也不知道 對 所以就會滿可愛的啊 然後我的工作的話 基礎上就是告訴他說 其實你想怎麼唱都可以 還有一個要不停的告訴他們說 進來錄音室本來就是會 一直重複唱 就是大家可能有一個 一種 期待或幻想就是說 我只要重唱第一次 我就是唱不好 其實會盡量的去告訴他們說 其實這個 這個重唱的過程當中 我們是在整理 有哪一些 對於歌的想法 然後我們整理完了以後 挑好了下來 然後你再唱 所以這個 重複的過程是 每個人都必須經過的 就是很自然就會這樣子 他就會比較放鬆 後來他也聽得出來就是說 自己哪裡唱得好唱得不好 他自己也會說 那我重唱一次 或者是我要學哪一段 我唱的東西 其實是看得出他就是 很快速地在吸收這些 製作的東西 對 其實我們有一個 一個方向滿像的 就是我們是希望 我們給歌手之後 歌手他可以自己判斷 他自己喜歡或不喜歡什麼 適合或不喜歡什麼 然後大家一起來討論 一個結果 因為這個作品都是歌手他們 代表他們名字的東西 所以他們說什麼 我都說好 但是其實歌手他們 通常都沒有說什麼 都是阿抱跟我說 對 所以阿抱說什麼我都說 好就對了 對 沒錯 但他其實不會特別要求 音樂要做什麼 那因為基本上 99%都自由發揮了 所以做出來的東西 才會比較 就是 有個人風格一點 有的是會一定要喝 喝一杯才要進去錄的也有 進去就不曉得在幹什麼 我們是不喝酒的錄音 他就知道 就是不喝酒一個是 因為他嗓子聲音會變 第一個拍 第二個拍 然後你聲音變 我就沒辦法接著來 情緒也會變 他會想睡覺啊 我來這邊就是要工作 然後想睡覺 你回家就好啦 等一下 做年輕歌手還有就是 上次有一大堆人來 然後在我這邊拉膽 對 拉一拉還把剛剛拉下來 然後把我的廚師機打爆了這樣 20幾歲的年輕人 就是會很多活力 想要就宣寫吧 可能用唱的也沒辦法 所以就一定要做一些 肢體動作 還做一些地板動作 在樓上跳舞 跳一趴在那邊頭轉 可能有十五六個小時吧 他有一個技能很厲害 他可以不喝水 對 但是現在 不喝水不上廁所 我就是會進入心流狀態嘛 然後就會 很長時間就不想上 就不上廁所跟不吃東西 超恐怖 他就自己在那邊入定這樣 對啊 但是因為一一動 我就會很難再回到那個狀態 有啊你看我這邊 那邊又有金元寶 又有水晶洞 然後那邊又有什麼財神之類的 對 還有黑無將軍 黑無將軍 我們就剛剛說 這好像很適合放在樓上的錄音室 就會把他求一個外景 這隻是比爾甲送給我的 因為他家太多道具了 所以我一直去他家 他說啊 那你就把這隻搬馬搬走吧 我覺得就是要一直 找出療癒自己的東西吧 我們就一直工作 一直奔波 心靈都已經非常脆弱了 就是要找一些小小的事情 讓自己有一點點 開心的東西可以繼續下去 所以我感覺就是過程快樂啊 以前的工業流程的那個狀況 其實他在做的時候 我覺得有時候就是蠻緊張的 就很多東西好像不能出錯 然後他有很多 階級上面的壓力 所以我就自己有自己的品牌之後 我就會覺得創作他要在一個 比較鬆的狀態之下 才會好的東西 我自己是這樣認為的 然後效率 我覺得我這點應該算總控制單 蠻好的 黃景他就說 其實你每次聽一個東西 你可能今天錄了 然後過了三天就覺得 你又很想重錄 其實你就是當下的最好就好了 你永遠可以更好 但是你一定要選擇一個 當下的最好 我製作的專輯 我看到那張專輯的歌手 他最後得獎了 在台上我就會很感動 我的兒子長大了之類的 就是小孩長大的那種感覺 我是阿寶 我是黃少庸 6月29號 請去講見 請去講 是 我的 他的